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你帮我去拿一张纸来好吗 请你帮我倒一杯水好吗 给我一杯水 给我一个什么 比如说你们去麦当劳 麦当劳现在不是有户外订阅 对不对 然后可以带着carry on的 对不对 可以带着走的 然后他就问说 先生请问你要什么 小姐请问要定什么 他说我要一个什么汉堡 对不对 我要一个什么鱼汉堡 那他说那你要在这里吃 还是要出去带出去 现在我们用这幅话来说 十岁 那你们要说明白一个完整的句子 因为当你习惯于做完整句子的时候 别人说省略句子的时候 你就会懂他在讲什么 如果你平常都已经省略惯了 当你听到别人讲句子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完整句子 十岁 那我希望你们讲到每一个句子里面 这三种功能 同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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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 来试试看看 来 那就是你吧 当我看到这幅话中 三个妇人在十岁 在开心的十岁的时候 我觉得很温暖 我要三个妇人 开心是快乐嘛 开心怎么会有温馨呢 开心怎么会有温馨呢 开心怎么会有温暖 对不对 我看到你很开心 我就很快乐啊 我快乐你就很开心啊 对不对 你妈妈难过的理由就是因为你忧郁啊 你忧郁说她难过 对不对 你难过谁她就难过啊 这个表情是要相对的嘛 对不对 可是后面那个是导引的 因为你既开心 既快乐 既温馨 又有导引 因为她那个行为导引了这个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这个要学会 对不对 后来你们可能会讲过说 哎 你不要误导我 你不要误导我 我知道你画什么意思 对不对 就懂了嘛 不想拍摄 Surū我影片 我給你答案是,老闆損失多少錢?一百塊 那現在你們給我找出理由來,為什麼損失一百塊? 因為那個商店老闆是拿客人給他的一百塊 那像是假鈔,然後他給那個水果攤 然後水果攤是換一針的錢給他,所以他就是沒有損失 他自己再偷出真得一百塊,現在請你們給我一個論據 請你們給我一個論據 因為怎樣怎樣怎樣,所以怎樣怎樣 一個陳數據的模式 對不對?所以各位同學我們就發覺,你看,這是有點像異智遊戲 《面積三》 《面積三》 這裡面一共有一、二、三、四個題目 請檢驗、討論他們的邏輯的問題 第一題 常常在媒體看到小朋友吃不起營養午餐的報導 可見台灣的經濟真的很差 所以我要求你們每一個人都做一個三段論證 指出來這個問題,然後說明白這個錯誤在哪裡 常常常在媒體看到小朋友吃不起午餐 台灣的經濟讓小朋友吃不起營養午餐 所以台灣的經濟很差 是不是這樣 那請問你告訴我犯了什麼錯? 反正改成有效 可以說得過去的 那就要加話了嘛,對不對? 舉個例子再講,好不好? 第一題,反正第二題你們還可以討論 我們常常在媒體看到這樣的報導 台灣的小朋友吃不起營養午餐 凡是讓小朋友吃不起營養午餐的地方 經濟都是很差的 台灣沒有辦法提供小朋友營養午餐 所以台灣的經濟很差 變成四句話 那四句話就四個詞內就可以出現了 你如果是三段論證只能三個詞 你如果是四段論證就變成四個詞 那就可以四個詞出現 那你們做第二題看看 如果你們把它改成為有效的論證 許多紅三軍先上街頭代表阿扁是個貪腐政權 我們知道這個是錯的嘛 因為紅三軍跟貪腐政權 當然紅三軍上街頭是為了抗議阿扁的貪腐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論述太簡略嘛 那怎麼樣能夠完整的敘述? 所以當我們去碰到counselors 跟那個client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幫助他的話講完? 有時候來求助的人啊 他很慌張 他很憂鬱 然後他很痛苦 所以他很氣憤 所以他的話講不完 講不完整 那你作為一個諮商師 你怎麼樣幫助他把話講完? 我氣死了 我氣死了 那你下面要接什麼話? 我氣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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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是對某一個人 你一定是對某一個人 繼續說下去 特別是你們care的人 care的事情 怎麼樣能夠讓他去? 不care就無所謂了 他說他氣死了 你就說氣死不該 對不對? 不care嘛 你不care他無所謂嘛 可是如果你care教他 你怎麼樣讓你們兩個的關係友誼 跟交談 能夠繼續發展 這很重要的 好 現在有一個人來跟講 啊 這個同學 我跟你講嘛 這個很多紅三軍上街頭 我看起來就是阿扁 就是一個貪腐政權 那你怎麼回應我? 我 我回應說 並不是每個紅三軍上街頭 都是因為阿扁 那你跟我 你跟某哥的意見不一樣嗎 那我幹嘛找你談 沒有意思嘛 那你怎麼回應我 我回應你談 你回來 好 我們的友誼就沒有了 對不對 那我來跟你談 我給你講 我給你講 那你試看看 很多紅三軍上街頭 就證明阿扁是貪腐政權 從哪裡抗議他 你那麼多人上街頭 那麼多人抗議他 他不貪腐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上去呢 還是 就全台還那麼多人 紅三軍比上一場 都一百萬人的 你什麼料理 你在台灣看我 有一百萬人聚會的 你看 我是不是人氣憤 對不對 我有很多語氣 那你怎麼回應我 你看到沒有 這個話怎麼說 所以我們平常對Case來做的時候 怎麼做 不要否定他的看法 不否定不代表你肯定嘛 對不否定並不代表你肯定嘛 對不對 所以我回憶什麼話 人家跟我講 講紅三軍這件事情 我從三軍上街頭 還是阿扁是貪腐的人 是我聽到你的口氣是對阿扁貪腐這件事情非常生氣 你看他就開始下來了 你看他就開始下來了 你不要像他這樣講兩句話 你不要像他講兩句話 現在請各位看 現在故事裡面 出現這幾個詞 有一個door 一個兔子 一個鑰匙 一個橋 還有你自己五個句 請組成一個句子 而這個句子呢 其中這種素材隨心隨排隊說出 一個故事舉例 我要去找兔子 過了橋才發現忘記帶鑰匙 之後又回到門口 這叫做重組 什麼意思呢 個案來的時候啊 他的語言都很零星 對不對 零零星 一想講這個 那時候你怎麼把它組成起來 是有意義的 而且是符合他的需要 他的想法 好吧 你們來組 你們自己造一個句子 我這個例子不可以再用啊 好不好 來 你們來做看看啊 來 第四組同學 來 說一下 我出門的時候 他用一支掛著鑰匙的兔子 掛著鑰匙的兔子 那不是 playboy 掛著鑰匙的兔子 然後呢 兔子要走過橋 兔子要走過橋 然後呢 就完畢 太不完整了吧 對不對 他有沒有打領結 不完整 所以後來 你們這一組 我帶了鑰匙過橋 開了門看到一隻兔子 幹嘛 我帶著鑰匙過橋 開了門看到一隻兔子在門內 對不對 在門裡面嘛 然後如果有表情性的語言怎麼樣 我非常的快樂嘛 我非常的興奮嘛 非常的驚訝嘛 對不對 怎麼家裡會有隻兔子 因為你發現的時候 應該是過去沒有的經驗 好 這一組 你們怎麼說 我走出門 我走出門 正要關門的時候 被一隻兔子嚇到鑰匙掉的地上 兔子叼了我的鑰匙 瘋狂的跑出了橋 好有表情啊 好有表情啊 所以我開了門 正要關門的時候 我要關門的時候 被兔子嚇到 然後鑰匙 兔子怎麼嚇你 它就突然撞到我啊 所以我關門的時候 突然被一隻兔子嚇到 所以讓我嚇了一跳 我就 就是情急之下 把鑰匙掉在地上 情急之下 我就把鑰匙掉在地上 然後兔子就叼了鑰匙 跑過橋 然後呢 就沒有 我就去追它 追它以後呢 我就掉到水裡面 那我又不會游泳 再喊救命 然後兔子就來救我 就對了 哈哈哈哈 這個編神話故事 神話故事 來你說 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